美國奧斯卡電影金像獎 星期日3月12日晚間舉行頒獎典禮 曾自責當年香港抗議者參與暴動的著名舞打演員 殷子丹作為頒獎嘉賓之一出席了典禮 並因此受到民眾抗議 著名中國民主活動人士 前六四學生領袖黃丹等人 到頒獎典禮場外抗議殷子丹出席奧斯卡頒獎禮 香港民主委員會發出推文 並發布現場示威照片表示 對中共傀儡殷子丹說不 不過頒獎典禮現場周邊幾條街 街封了街 黃丹推文表示 今年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外圍戒備森嚴 但仍然有近200人到場抗議殷子丹 並在隔離網之外十多米的地方集會 黃丹還說抱歉還未能阻止 因子丹參加奧斯卡頒獎典禮 他說很遺憾奧斯卡主辦方還是向中共叩頭 但我相信他們會付出代價 香港武打明星擔任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的恩子丹 向來不被委親中立場 3月初才現身北京參與兩會 受訪時他表示 很榮幸能擔任新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這是很大的責任 我會盡力做好這份工作 為大家服務 為國家做一些實事 2月28日 恩子丹接受英國雜誌GQ Hype專訪時稱 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不是抗議 而是暴動 並說很多人可能對我所言感到不滿 但我確實是將自己的經歷說出來